半县古镇挂山运动逍遥游 半县古镇定向越野活动 八日上午在彰化火车站前广场展开 现场共有150人参与 透过定向越野认识城区的街头巷弄 定向越野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蛮特别的运动 第一个它没有年龄层的限制 就是还蛮适合亲子的族群 然后也适合长辈一起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就是出来一起运动 然后它因为它这个运动它需要看地图 那我们今天的范围就是在这个 彰化火车站附近的市区 那就是可以透过这个运动 然后认识各个不同的角落 带你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然后去寻找我们的打卡点 那就是在用一个比较轻松有趣的方式 也不会觉得说好像单纯就是只有在跑步这个样子 最一开始是想要带他们动一动 然后后来发现有这一个活动 也算是游戏 然后可以带着他们认识一个地方 然后透过学一些简单的辨别方位啊 还有认识地图 然后可以用这些 用在游戏上我觉得很不错 所以发现这个游戏 还有这个活动之后就 赶快报名带他们来 定向越野是个艰巨脑力与体力的活动 在看地图的过程必须不断地思考 如何选择最短最快最轻松的路线抵达下一个检查点 智慧型的活动串联起城区新旧记忆 考验体能也需要技巧与智慧 又能得到适当的运动量 让参与民众进一步认识彰化的街头巷弄 体会各种乐趣 公益频道林义俊彰化采访报道